IDF巾國號戰機 表演單機特技飛行 不管是古巴巴字 還是九居小轉彎 吸引著無數觀眾的目光 但就在一切似乎可以完美的結束 狀況來了 IDF突然從左發動機 噴出兩團黑煙 緊接又吐了兩團火球 飛機立馬落地 在跑道上還冒出了陣陣濃煙 消防車救護車聞訊趕來 幸好飛行員並無大礙 做一個戰術拉伸的動作的時候 有聽聞我的飛機有碰碰的兩個異聲 全停之後呢 煞車情況的減速都是正常的 那一直到標示牌 大概跑到5000尺處的時候 緊急的動力系統有自動的情況 也就是各位所看到的 冒黑煙的一個情況 覺得很可惜 沒有把飛機划回大屏 讓大家看一下 地上的黑煙幸好只是虛驚一場 但發動機為何在空中噴出火球 軍方初步判定是疑似鳥機 這也是空軍基地開放 首次發動機吸入異物的意外 幸好飛行員竟然老到 平安落地 但飛機卡在跑道上花了點時間 F-16無法表演 緊接就換幻象戰機上場 幻象戰機高速衝場給觀眾極大的震撼 在幻象飛官核子與失蹤後 空軍進行為期一周的天安特檢 將所有的幻象戰機仔細檢修 新竹基地開放照常舉行 幻象戰機首位女性飛官也正式亮相 裡面的話有一個GPS定位的功能 就像我這邊有看到一條細細的天線 然後它是慢慢的連到我們 求生背心的後面 然後因為GPS在定位的時候 是盡量不要有戒指的干擾 所以它會放在 我們把它放在求生背心的 最上面的位置 就如果飛行員如果有落水的情況的話 我們求生背心是漂浮起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不會泡在水裡面 不會有戒指的干擾 拜上新式求生個裝 從17號開始喚發 就是希望不要再有遺憾發聲 但對於飛行訓練的要求 更是需要持續不懈 飛行教學是不得鬆懈 跟所有的這個教學 跟指導學習是一樣的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 在每一批的飛行 能夠在安全的情況下 持續進步 這才就是我們達到教學的責任 C23動域書機低空衝場 向觀眾致意 在罕見的展示大角度轉彎 以及戰術落地 讓觀眾一保眼福 新竹基地開放 空軍拿出所有押香寶 就是希望能讓民眾感受到 空軍的積極能量